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哥林罗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你是否面临生活中某个领域的缺乏呢 你在经济财务上一直感到缺乏吗 你生病了缺乏体力和健康吗 你在工作能力上你的自信心不足吗 或者你的人际关系欠缺了平安呢 今天神要对你说 他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经文中软弱的希腊原文意思是 疾病缺乏没有能力自信不足 所以整句经文翻译出来的意思是 在你的疾病缺乏没有能力自信不足的地方 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 荒郑野外 荒郑野外去哪里弄两万人的食物呢 这就好像是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开了一个会 主管为你的业绩目标定了一个天文数字 你心想死定了怎么做得到呢 这就好像是你的健康检查报告出来了 你一看 一片红字 医师说 身体坏光了 你心想 完蛋了 然后开始在你的心思意念里 建构了一个虚弱无力的未来 让我们来看看 耶稣是怎么面对缺乏的问题 耶稣从不担心缺乏或是能力不足 因为耶稣明白 哪里有软弱 哪里就有上帝丰盛的供应 你可以学习耶稣 遇到任何的问题 先不要宣告死骑 你要像耶稣一样 先感谢天父 然后拨开手里仅有的东西 凭着信心交托出去 相信你也会看到 神超自然的供应发生 就好像无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之后 吃饱了还有剩余可以打包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